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今天我们想要获取家庭教育知识,了解优秀孩子的家庭教育经验很容易,但是那些知识往往过于理论化,不好理解,那些经验也往往是很多家庭教育案例的拼凑,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不好借鉴。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教育专家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那些理念和经验在教育专家的手里是怎样转化成为孩子成长的力量的。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本书是教育专家引荐力的亲身育儿经验总结,在书中作者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与家庭教育理念相结合, 用细腻的描述和专业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教育专家具体是怎样培养孩子的,怎样带着孩子去打针,有人捉弄孩子怎么办,怎么教孩子阅读,好成绩需要奖励吗? 怎样面对孩子提出的要求,等等。 这些家长经常面对的问题,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专业的分析和便于执行的方法。 不论是教育大咖如北师博导朱徐东,北大教授钱李群,还是普通的家长,很多人拿到该书都是一口气读完的。 所以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版再版狂销七百万册,堪称是同类书籍中的销售奇迹。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丽,是一位教育硕士,也是书中所讲述的优秀女孩圆圆的妈妈。 在女儿小的时候,尹建丽一家在北京还过着和别人合租的生活,并且为了工作还天南地北的搬家。 夫妻两人都没有太多的时间教育孩子,但是女儿圆圆不但个性开朗,成熟好学,而且还连续跳级。 高考后轻松被香港和内地名校录取,并且在2013年取得了美国长春藤名校硕士学位,可以说十分的优秀。 那么尹建丽是怎么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的呢? 原来尹建丽不论生活多么的艰难,都把女儿带在身边,丝毫没有放松对女儿的教育。 并且她也把自己的教育专业知识发挥到了极致,精心培养女儿。 我们这才看到了如此出色的女孩圆圆。 尹建丽的一位同学在了解了她的育儿经验后说, 我原来只看到了我孩子和你孩子之间的差别,自从看了你的这些文章,才发现这些差别原来是我和你之间的。 作为母亲,你是把孩子精心养育大了,我其实只是把孩子养活大了。 好了,那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将分为三个重点来为你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孩子良好的性格来自日常生活中的高质量的爱。 第二个重点是,优异的学习成绩来自于家长的精心培育。 第三个重点是,家长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是家庭幸福的关键因素。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孩子良好的性格来自于日常生活中高质量的爱。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性格的培养主要来自于生活。 引荐力就特别注意生活中的教育,提高爱的质量, 让事件产生教育意义,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 打针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但是孩子们的表现差别很大。 有的孩子坚强不哭,有的孩子仅仅哼几几声, 有的孩子呢,却是哭得生死历劫。 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家庭教育方法的差别。 引荐力带女儿去打针, 女儿被连续扎针七八下的情况下,也只是哼几几声。 小女孩的坚强和勇敢,连护士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原来引荐力提前和孩子做了沟通, 她首先告诉女儿,生了病就要打针,这样才能够早点痊愈。 让女儿从理智上接受了打针这件事。 其次,她告诉了女儿,打针有点疼,就像摔屁股堆一样疼, 让女儿对打针的疼有了一个心理预期,觉得自己可以接受。 再次,她鼓励女儿要勇敢,让女儿感受到了妈妈会同她一起面对这件事情。 最后,引荐力自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愉快、轻松, 没有在情绪上给孩子造成紧张。 而那些哭得生死历劫的家长们,完全不考虑孩子的感受, 只想着快点完成给孩子打针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的家长强行按住拼命挣扎的孩子,让护士打针。 对于孩子来说,本来只是有点疼得打针, 在家长粗暴的对待下,演变成了一场对孩子的恐怖袭击。 没有人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对孩子们来说, 世界是不可预测的,是有伤害能力的。 对孩子的影响就是,孩子要么变得更加暴力, 要么变得更加懦弱,对性格的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提高爱的质量,就是要对孩子的日常表现有敏感的观察力。 有一段时间,引建立发现女儿和外人打交道的时候, 流露出不自信,甚至有了社交恐惧的倾向。 后来知道,女儿在爸爸单位经常被爸爸的同事捉弄, 甚至有大人对她说,爸爸不要她了,这样的话。 捉弄孩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从孩子的视角来看,只会带来自尊心的伤害, 增加社交恐惧。 不管这种捉弄是低俗的还是文明的, 作为家长都要坚决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引建立为此严肃地批评孩子爸爸, 并且限制爸爸把孩子带到单位。 爸爸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直接和同事讲,不要这样捉弄孩子。 孩子的社交恐惧情况, 才慢慢地削减。 与捉弄孩子不同, 有一类哄孩子的方式是对孩子的成长也会带来消极影响, 但常常被忽视。 比如,孩子学走路的时候都很容易摔跤, 但是孩子摔倒后哄孩子的方法差别却很大。 有的家长都会抬手打摔倒孩子的物体, 比如凳子、地板等。 这个是从成人视角出发, 为孩子讨回公道, 哄好了孩子, 但是却把责任转嫁给了凳子、地板。 有的家长会引领孩子帮凳子、地板揉一揉, 因为在孩子的眼里, 他们也疼, 揉一下, 安慰一下, 恰恰是提升了孩子的责任心, 转移情绪的好办法。 宽容的个性就这样, 一点一点地培养起来。 同样的事情, 教育方法不一样, 导致爱的质量不一样。 有一次, 女儿从幼儿园回来的时候哭了, 因为她画河流的颜色是粉色, 而绘画班老师说她画错了, 应该是蓝色。 尹建利对老师这个判定很是不满意, 孩子画了那么大的功夫, 到头来只得了一个画错了的评价吗? 河流凭什么就不是粉色的呢? 但是怎么处理才能够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和创新性呢? 尹建利先让女儿观察了碗里的水是什么颜色, 女儿说是白色, 那红盆子里的水呢? 女儿迟疑了, 不可能是红色的呀。 尹建利打开了水龙头, 女儿把手指放在了流水下静静地观察, 然后感叹到水没有颜色。 尹建利坚定地告诉女儿, 你说得对, 所以说河流可以是粉色的, 只要你喜欢, 一张画只有好看不好看, 没有对错。 尹建利这样的处理方法, 让女儿得到的不仅仅是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 女儿知道她有一个坚定支持她的妈妈, 这种力量对于小孩来说是无法替代的安全感。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尹建利当初直接支持老师的评判呢? 孩子既无法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感觉不到妈妈的爱, 性格的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 近年来, 有一些孩子的身上还出现了一种病, 叫做多动症, 其实多动症是一个很专业的医学名词, 判定多动症也需要相当谨慎的工作过程, 但是现在某些老师对那些活泼好动的孩子, 往往直接判定为多动症, 做法实在欠妥, 不是说这种病不存在, 但是动不动就给孩子扣一个多动症的帽子, 甚至一些家长因此强制孩子服用相关的药物, 实在是太坑孩子了。 对于轻易判定孩子患有多动症的说法, 尹建利坚决反对, 因为很多孩子的多动症, 只是家长或严厉或溺爱的错误教育方法所造成的, 正是家长的这种爱的错误, 让孩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用扭曲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其实就是伪多动症, 尹建利强调减少干预, 给儿童自由的气氛, 减少对孩子爱的盲目性, 才是伪多动症的治疗良药。 好了, 那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孩子良好的性格来自于日常生活中高质量的爱。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优异的学习成绩来自家长的精心培育。 大多数家长都希望孩子学习能力强, 拿到好成绩考入重点名校, 但是怎么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呢? 引进力的女儿连续跳级, 轻松进入重点名校, 秘诀是什么呢? 首先, 阅读是开发孩子学习能力最有效的方法。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小时候就表现出非凡的数学天赋, 刚上中学一年, 就把整个中学的数学给学完了。 有人建议他学习更深的数学知识, 但是其父母不同意, 并且要求他学几年中国古典文学。 后来杨振宁先生多次强调, 这种古典文学熏陶对他的科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古典文学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极力地倡导儿童背诵唐诗诵词等古诗词, 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古诗词学习课程。 实际上, 大量的朗读和背诵仍然是儿童学习古诗词最经典的方法,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刻板, 但是很有道理。 儿童时期是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 背诵的内容会内化为儿童自身的智慧财富, 所以千万不能让孩子的这段时间浪费在无聊或者平庸的作品上。 尹建立根据孩子的学习规律, 安排了女儿背诵古诗词的任务, 两三岁前读诗不用解释, 四五岁时简单解释, 在解释方面秉承少讲多读的原则, 因为诗词背诵, 尹建立女儿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诗了。 不过, 诗词背诵对于孩子的学习能力发展并不是最关键的, 前几年有一个叫李璐科的女孩, 两次跳级, 十五岁上清华, 二十岁读了清华大学博士, 她的父亲介绍教育经验的时候, 主要强调了阅读对孩子的影响, 甚至为了让孩子能够大量的阅读而让孩子休学, 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就知道, 那些特别优秀的孩子往往是大量阅读的孩子, 包括尹建立的女儿。 不同于那些宣扬卡片识字的方法, 尹建立教女儿识字采用的是读的方法, 尹建立从第一次拿起书给孩子讲故事时, 就是读而不是讲, 而且采用的是指读法, 一字字的给孩子指着读, 反复读, 当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 尹建立就让孩子手指文字, 孩子指到哪儿, 尹建立就读到哪儿。 尹建立教孩子识字的另外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生活中识字, 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商场, 只要见到字, 就不失时机的教孩子认读,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尹建立总是及时的表扬女儿识字和阅读行为, 女儿逐渐对阅读产生了兴趣, 书也是阅读越多, 字也就越认越多。 当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 同伴同学还在主要经历用在识字上, 她已经开始一本本的读大块头的小说了, 也正是因为大量的阅读, 她连续跳级, 轻松取得优异成绩, 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和能力基础。 世界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缺乏阅读, 对孩子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 缺乏阅读能力将会阻碍和抑制脑的极其细微的连续性纤维的可塑性, 使他们不能顺利的保证神经元之间的联系, 谁不善阅读, 他就不善思考。 其次, 不要对孩子取得好成绩过分奖励。 尹建立参加过一个同学聚会, 席间一位同学收到了儿子的短信, 说数学考了97分, 儿子已经两年数学没有过90分了, 所以这位同学兴高采烈的短信回复儿子, 我很高兴, 但是你要考100分, 我更高兴。 尹建立当即不客气的说, 你这样说真是疯了。 考试成绩是所有家长和学生都绕不过的话题, 没有哪位家长不喜欢孩子拿100分, 但是那是一个极限成绩, 正常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能够拿到, 并且拿到100分的孩子也不一定真的就比95分的孩子学习能力, 创造能力强。 现在早有统计数据说, 班级里潜力最大的往往是第10名左右的孩子, 这被称为第10名现象。 所以正确对待孩子的分数成为家长管理孩子学习的一个关键任务。 但遗憾的是, 大多数家长的眼睛都盯在了分数上, 孩子拼了命也不一定拿到那个100分, 即便是真的偶尔拿到了100分, 家长的话也会让孩子的喜悦荡然无存。 别骄傲了, 下次你不一定还能拿100分。 考试本来是作为考察孩子学习能力的手段, 现在就成了孩子的梦魇, 学习本来是孩子喜欢的事, 现在变成了一种亲子间的相互折磨, 家长和孩子谁都不满意对方的表现。 引荐力对女儿的考试态度就是, 考得好, 孩子高兴, 家长也高兴, 考得不好, 孩子可能沮丧, 家长就要鼓励, 并把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改正问题上, 而不是纠缠在分数上。 那如果孩子拿到了好成绩, 家长应该好好地奖励孩子吗? 引荐力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对女儿的学习执行的是不奖励政策, 当前的硬式情况大多数孩子都无法逃离, 好成绩的奖赏无处不在, 同学的羡慕, 老师的夸奖, 孩子本身的快乐感觉等。 家长对孩子好成绩的淡然处理, 反而有利于孩子平静情绪, 调整心态, 避免孩子把注意力从学习本身转移到考试分数上。 当然引荐力也会在孩子考试完后, 带孩子去买喜欢的东西, 但是绝对不会把这种物质奖励和孩子的考试成绩挂钩。 物质奖励虽然在短时间内有效, 但实际上是把孩子的学习动机从内部转移到了外部。 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 物质奖励越来越无法满足孩子的欲望, 最终就会伤害到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在培养孩子的良好学习习惯过程当中, 家长应该关注考试分数, 通过分数和试卷分析找到孩子的学习弱点。 但面对孩子的时候, 必须要将注意力放在孩子的学习态度, 方法和习惯等能力方面, 提供帮助引领孩子体验学习过程中的快乐, 淡化分数影响, 并且杜绝物质奖励。 孩子拿到好成绩不奖励, 其实这是为了不给孩子帮倒忙。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那接下来要为你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家长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方法, 是家庭幸福的关键因素。 如果我们把引颈力女儿优秀的原因, 主要归结为妈妈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女儿, 那就错了。 事实上在女儿一岁多的时候, 爸爸就到厦门工作, 引颈力只能自己带孩子, 而家里的老人又都没法过来帮忙, 家务活, 工作, 照顾孩子, 各种忙乱和狼狈, 他一样都不少, 甚至因为血压低, 医生强令他务重休息, 他都没有减少忙碌。 引颈力为什么如此拼命, 难道说把孩子送到老人家里, 或者请保姆不可以吗? 引颈力有自己的想法, 首先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 自己要好过于老人, 其次对于孩子的感情需求, 没有人能够代替妈妈, 再者就是自己也不想错过, 欠证孩子成长的每一步, 于是引颈力咬牙坚持了下来, 即便是挺心留职, 走难闯北的那段时间, 他也始终把女儿带在身边。 引颈力的女儿有一次把家与五星级宾馆做比较, 床单干净, 卫生间放心使用,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原来家就是五星级宾馆, 其实这个幸福感满满的小女孩, 没有说出另外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坚持陪在他身边的妈妈, 创造的温馨家庭氛围, 才是真正让家庭幸福的根源。 现在很多家长都是因为工作的问题, 把孩子交给了老人或者是保姆, 理所当然冠冕堂皇, 甚至是迫不得已, 但是孩子的成长本来就是需要家长做出牺牲的, 把童年的孩子放在工作后面, 错过的是永远也无法挽回的孩子的心灵健康。 儿童和成年人一样都需要肯定, 尤其是在他们还没有形成反思意识和控制能力的时候, 更容易受到暗示。 所以尹建立在家里专门为女儿准备了一个小本子, 叫做记公布, 只记好事不记坏事, 也不记与学习成绩有关的事情, 因为对成绩分数的斤斤计较, 会消解孩子的学习兴趣, 记公布强化了孩子的进步意识和兴趣, 促进了孩子放大自己的优点。 相反,如果有记过步的话记录孩子的过错, 那么就会强化孩子的坏习惯, 所以尹建立的家里只有记公布而没有记过步。 当然,也会有家长强调, 如果孩子小的时候不严格管教, 那么孩子长大之后就没有一个成功的成年。 正是因为这种观念, 我们的身边根本就不缺乏对孩子的活动要求面面俱到的家长。 有的家长甚至连手上的水都没有擦干, 穿的鞋子与衣服不搭, 这样的事情都要管。 那这样的孩子往往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优秀, 到了中学一般就会逐渐的下滑, 直至家长在和孩子的对抗中放弃希望。 因为这种严格和面面俱到, 本身就是一种对孩子自由发展权利的剥夺, 势必让孩子的能量消耗在与家长的对抗上, 更谈不上孩子有家庭幸福感了。 引进了一堆这种情况给出的建议就是不管。 一个被管得太多的孩子是无法调动自己的主动性的, 更不用谈创造性。 他稍微有一点自主行为都会为家长好心的批评而被强制的删除。 他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亦不亦趋的听从家长的命令。 这样的家庭根本就不是五星级宾馆, 甚至连小旅馆都不算。 这就是一个制造不幸童年的无证经营店。 所有不幸福的孩子都是因为有不懂教育、 瞎教育的家长。 沈阳有一位13岁的女孩, 在一个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获得冠军。 这一佳季居然来自于父亲三年的时间里抽了他400个耳光上。 在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今天, 类似野蛮暴力的家庭教育依然在大行其道。 引荐力形容这样的家长是穿西装的野蛮人。 暴力教育虽然可以让孩子有暂时的顺从, 但是这是以孩子的心理健康为代价, 有时还会让孩子付出生命的代价。 五岁的小孟就因为淘气, 亲生父母边骂边推, 导致其摔倒, 后脑部出硬物后死亡, 他的母亲追悔莫及。 所有的家长在实施暴力教育的时候都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孩子不听话。 但实际上, 儿童的意识发言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常常不同步的, 很多东西想到了但是说不出来, 或者说说出来的不一定是他们真实的意愿, 有些事情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 但是这些特点在不懂教育, 不懂孩子的家长眼里就成了不听话。 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对于孩子一些不触及底线的要求, 尹建利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那就是做听话的家长, 听孩子的话。 有一次尹建利带女儿在天安门广场玩, 女儿不走台阶, 偏偏要走天桥护栏边上的只有十公分宽的小水泥台, 既浪费时间还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尹建利还是护着女儿, 耐心的和女儿一点一点的往前挪, 我们都可以想象出他们母女开心的情景。 有这样理解孩子的妈妈, 孩子想不幸福都难。 孩子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不同, 他们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有很多看似荒唐甚至是错误的行为, 也是孩子天性的表现和对世界探索的行为。 只要不触及道德底线, 不是熊孩子的无理要求, 家长对孩子听话, 既为孩子做了人际交往的榜样, 也给了孩子自由的天地, 而且让家庭变得更加的幸福。 这对孩子良好的性格的形成和能力的发展, 也是至关重要。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说到了孩子良好的性格来自于日常生活中高质量的爱, 强调了家长要理解孩子, 并通过提高爱的质量, 用生活中的事件来培养孩子。 其次, 我们说到了优异的学习成绩来自于家长的精心培育, 主要强调了引领孩子阅读和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奖励等方面, 对学习的重要影响。 最后我们说到了家长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是家庭幸福的关键因素, 主要说明家长的陪伴和正确教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影响。 客观地说, 与那些十四五岁就考入大学生少年班的孩子, 或者那些特别优异的孩子相比, 引荐力的女儿并不是特别优秀, 但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却如此受到追捧, 产生销量神话, 这主要是因为引荐力在书中所讲的正是家长们每天要面对的问题, 又是她本人的亲身经历, 无论叙述分析还是解决方法, 不但深入浅出, 而且异于理解和操作, 而且还充满了浓浓的母爱, 一下子就击中了家长们的内心, 受到了家长们的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